第九十一章气凌 夏天后是在很后来的时候才收到了消息 作为五位王府的世子 他拥有极大的自主权 比如要不要住在学院里 他选择了自己在外面买了一套豪宅 因为这比较方便 有些事情是不宜在学院中进行的 比如 昨天晚上他让手下弄来了一名美女 在摧残一夜之后便杀死了 在学院里面的话 首先不可能把人带进去 二来在学院杀人太麻烦了 怎么处理尸体呢 痴情闹大 他死是不会死 但基本没可能继承王位了 所以 他是早上赶到学院后才发现叶炎等人昨天的壮举 太牛了 先翻老生 打破传统 夏天后自然是不悦之急 他知道学院有这样的传统 但反正与他无关 他自然不会提醒 尤其是叶炎了 他巴不得对方多吃点苦头呢 今日过来 他本打算看叶炎的笑话 没想到事实却完全相反 胡子和王晴雪居然猛到了这样的地步 嘶 这两人能够爬完登天梯 只能说明他们的潜力巨大 可后天静的修为放在那呢 这是不争的事实 可两人却创造了奇迹 尤其是王晴雪 能够挫败这次夜席 让老生狼狈而逃 他绝对是手工 而且占了至少九成 若有这样的奇才投靠 任你千军万马又如何 可是 他竟是叶炎的侍女 相比之下 楚燕然虽然拥有高达三品的法相 却是暗淡无光 完全没得比 夏天后盘算了一下 决定与叶炎再接触一下 毕竟 没有人是不能收买的 不过不急 以后的时间长得很 老生区 七十多年来 夜席又一次失败了 一名穿着灰色净装的青年悠悠说道 一边还拿起茶杯品了起来 坐在他对面的年轻人唇红纸白 一双单凤眼镜比女子还要妩媚 他格格娇笑 道 现在的心声真厉害 我好怕怕 一边说 他还拍了拍胸 花枝乱颤似的 皈依静装青年摇摇头 你啊你啊 学院第三高手龚玉龙 还会怕了几个心声不成 当然怕了 我又不是你 堂堂第二刀手 龚玉龙翻了个白眼 竟有动人的风情 皈依静装青年便是学院第二高手康雄 他都有些吃不消 扭过头不看 才道 虽然我不喜夜席这个传统 但作为学院的一员 自然有维护传统的职责 你要亲自出手 龚玉龙不由眼睛一亮 他放眼传神 眉毛又细又长 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媚态 我可是知道你一只藏桌 一只手就可以打两个凌晨 现在应该有气时迈了吧 康雄淡淡一笑 说我藏桌 你自己呢 龚玉龙双手举起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罢了 气你个头啊 康雄扯回正题 道 我会让人去教训一下那几个出头的新生 让他们知道 参与夜席的老生只是最弱的一批 免得他们不将老生放在眼里 横行八道 乱了规矩 龚玉龙顿时失望 但想了想 什么时候动手 晚上八 康雄淡淡道 早上四十过半 所有学生都被聚集到一起 昨天他们只是获得了入院资格 今天则是要举行正式的入学礼 然后才能算是真正的江南学院学子 陈善还是亲自到场 先勉励了一番 让大家一定好好努力 不负在学院的这几年修行 但只是说了一会就结束了 为什么 学生中可是有一位一四四品的大能啊 让这位前辈站在下面听自己长篇大论 陈善的有多大的自信 又或是蠢到什么地步 接下来就是真正的入学仪式了 简单 就是参拜一下江南学院缔造者 江南学院的历史其实比大厦王朝还要久远 据说是一位三品强者创立的 他一生没有收徒 也没有后人 而是开办学院 将一生所学全部传授了下去 但大厦王朝建国之后 对江南学院进行一番整顿 也把高品功法5G搜刮了一空 只留下一些中低品的东西 所以时光已降 江南学院也越来越是威 虽然在江南省还是老大班的存在 可放眼整个大厦却是垫底的 让老祖宗蒙羞啊 陈善每每想起 都是摇头感慨 心痛不已 但今年收到了几个好苗字 秦家培养的话 未必不能让学院焕发新生 他十分期待 亲生们都来到了学院中间的广场上 齐齐肃立 这个广场占地十亩 可称宏伟 而在这么巨大的广场上 居然只有一尊石像矗立在中间 高有二十余杖 雕刻着一名老者 栩栩如生 仿佛随时可以活过来似的 这就是江南学生的创始人 风奇盛 那位三品强者 夜言站在人群之中 看了眼这座石像 不由轻易一生 有点古怪 他仔细看 发现这尊石像上 竟缠绕着大量的气韵 此物怎可能有气韵呢 不过 这些气韵正在缓慢地流失 速度不快 但只出不进 总有一天会流失殆尽 一眼走近一点 他的神石现在只能笼罩十丈距离 但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么他只要想 就可以把一切看得通通透透 原来如此 他饿了一下 原来这十项之中竟有一件法器 便是这法器在凝聚 吸收气韵 七年风奇盛所用的 也是 四品法器可做不到这点 别看只有一个品阶的差别 但三品属于高品 四品却是中品 看看先天境和后天境的差距就知道了 那还是同为低品 所以高中品之间的差距真是大得吓人 再看得仔细一点 原来法器中有一丝丝的神念 这是法器通灵了吧 法器是死物 需要人去主动使用才能发挥应有的威力 但若是法器通灵 产生自我意识 即气灵 那便可以自主攻法 妙用无穷 不过 法器诞生气灵的可能性极低极低 哪怕三品法器又如何 一万件中可能都没有一件可以 这件法器可以通灵 是因为吸收了大量气韵 叶言明白了 当年风奇盛大概是想另类长生 把自己的神念转移到了法器上面 然后以气韵温养走以气正道之路 但这注定只是痴心妄想 他的意志很快就被磨灭 但法器长久地吸收气韵 却真正诞生了自我意识 他的神念轻轻移动 与这件气灵沟通 嗡 双方一接触 气灵顿时就散发出强烈的敌意 他在这里吸收气韵 为得便是开启 壮大灵智 日后以气正道 丸实通明 灵律修道 这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出现过的 但死物通明 开启智慧 走上正道之路也罕见无比 这件法器在此吸收气韵 以开化灵智 走以气正道之路 这时候当然不想被打扰了 所以一触到夜眼的神石自然如灵大敌 打个比方 他现在就像是人类的胎儿 一切都得依靠母胎的保护 只是人类的母胎是血肉之躯 他的却是法器 而且还达到了三品 强横无比 他就要引发法器之威 将夜眼这旅神念轰灭 可还没有动手呢 他却发现了夜眼这旅神念的浩大 从量来说 其实这就是后天级别 但从智来说 思 怎会如此浩荡无际 他的灵智才刚刚开化 却可以本能感应到强和弱 这旅神念在智的层面高的离谱 让他生起无比渺小之感 只觉自己哪怕再强大一万倍都远非对手 顿时 他瑟瑟发抖 第九十二章受不起 夜眼只是好奇而已 搞清楚是什么之后 他就失去了兴趣 后世之人倒是走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路 那风奇声大概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求长生 所以他把神念附在法器上 只要法器不朽 那神念便可长存 甚至吸收气韵 以气为生 活出第二世 但是 世间哪有什么是不朽的 尤其是神念 没了肉身的滋养 哪怕是高品强者 顶多几年而已就会枯萎 而觊觎法器之上 确实可以存在的时间长一点 但不能脱离法器 犹如坐牢一般有何意义 所以 风奇声当初留下的神念所包含的灵魂印记自然早就谋灭了 但当年的布置还在 依然在吸收着气韵 所以千百年下来 法器又诞生了新的意识 产生了气灵 可惜 风奇声便是完全为他人做嫁衣了 夜言 你站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回队伍去 一名老师向他呵斥道 谁让这家伙是王秦雪和虎子的主人呢 你这是在浪费天才 与国争动 夜言只是笑了笑 退到一边 这种小不敬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毕竟无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 而且他也确实走出了队伍 拜祖师爷 一名老师大声说道 顿时 所有人都是跪了下去 身为江南学院的学生 那拜一下开创学院的祖师爷又有什么不对的 退一步说 一来人家是几千年前的仙人 二来人家当初更是高达三品 就当是平调古人好了 但亦有人例外 夜言 别说当今之事了 哪怕放眼历史长河 有谁有资格让他跪拜的 有吗 哪怕那八位大帝都不行 他如果真的跪下来祭拜 估计这八位都得跳脚 这位才是武道的祖师爷啊 夜言 还不跪下 一名老师立刻呵斥道 这么一叫 其他新生也看到了 顿时议论纷纷 简直敢大包天 进学院 拜祖师爷 这不是最最基本的流程吗 就像你进任何一个宗门 头一件事不就是让你拜祖师爷吗 连师们都不知道尊敬的人 那岂不是大不孝 大不敬吗 谁会培养这样的弟子 夜言微微一笑 道我是怕他承受不起 这是大实话 哪一位大帝不是有丰功伟绩于天地 哪怕在福原身后的人都承受不了大帝一败 必然烟消云散 无疾而终 但是 别人能相信他吗 这不是大笑话吗 祖师爷还承受不了你的一败 别说你了 哪怕当今圣上来了 亲自祭拜 祖师爷也完全受得起 三品啊 你想被驱出学院吗 之前呵斥的老师怒人说道 表情素人之极 可只是他 其他老师也是如此 尊师重道 这是身为一名舞者最最起码的素质 夜言叹了口气 道 那你们可别后悔 他笑了笑 对着石像微微攻身 你嘛 不要啊 石像之中 那剑法器中的气铃发出惨叫 他自然知道夜言的身份有多么高贵伟大 自己要被对方这么一败 那法器本身没事 但他这点刚刚诞生的灵智就要烟消云散了 你们这些蠢货 想要玩死我吗 不要啊 卡 夜言只是这么一公身 便听一声轻响 石像已经裂开了一道缝 而法器中的气铃也是如遭重击 立刻尾顿无比 哪怕只是大敌一 天底下又有谁受得起 还要继续吗 夜言扭头道 这 诸位老师面面相去 也太巧了吧 这小子攻身 还没有跪下去呢 石像就裂开了一道缝 仿佛在恐慌似的 巧合 一定只是巧合 对 这尊石像直立了已经有数千年 会损坏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恰好这小子一败 石像开裂 好像这小子所为一般 怎么可能呢 众老师互相看看 都是哈哈而笑 一定是巧合 他们都对自己说道 别说他们 哪怕知道真相的陈善也是一样 他最多以为是夜言游戏封城的前辈高人 但称死就四品 毕竟大夏就是个四品势力 所以四品舞者败三品先人 有什么不妥吗 没有啊 别说四品败三品了 哪怕是三品甚至二品 以风其盛的年龄来说 也足够让一名王者折腰了是不是 武道先贤 有大功于世人的 当然 一名老师对着夜言傲然说道 祭拜祖师爷你还要讨价还价 哼 夜言挑了挑眉 用同情的目光看向石像 你看 真不是我要为难你 是有人为难我 他抱拳 一一到底 贵 呵呵 世间真没人有资格 哪怕是这副身体的生身父母都不行 无福消受 不 不要 不要啊 石像之中 法器意识惨叫连连 可惜 他的意识太微弱了 根本不可能传递得出去 空猛龙 明明是大晴天 却有惊雷响动 一瞬间而已 天空中就激起了层层黑云 云层中有闪电明灭不定 每个人都感到了末日降临 只觉心脏好像被什么重物压着 难受无比 发生什么了 夜言只是一一而已 如果没有他之前说的一番话 也许大家都不会联想 可现在不同 夜言都说了受不起 学院老师还要逼迫 结果呢 千世十项开裂 继而晴空突现万里黑云 恐怖的闪电眼看就要落下来了 跟夜言无关 那真是太巧了 学院老师面面相去 这一刻他们都是不能肯定了 一次是巧合 可两次就绝不可能了 可是 为什么夜言只是一依旧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响 一声句响中 第一道惊雷已是披落 准确地轰在石像上 哼 这遵义里数千年的石像顿时被批得四分五裂 但一件金光闪闪的东西却是映入了众人的眼帘 那是 一把弓 顿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直了 被完全吸引了过去 这是怎样的一把弓 通体金黄 仿佛黄金锁柱 线条流畅无比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感 但在凝视一下 众人漠不有一种感觉 这弓若是开弦 甚至可以将天都射各窟窿出来 天哪 第九十三章嫌弃 这是祖师爷当初的法器 日怒长弓 有一名年迈的老师突然说到 一脸的惊喜 激动的胡须直抖 什么 谁不知道江南学院的创始人乃是一位三品强者 那么他所使用的法器 三品 三品啊 嘶 哭 一时之间 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是暴闪着贪婪的光芒 三品法器啊 找遍整个大厦可以发现一件吗 绝对 没有 哦 据说大厦皇室有一件 难怪石像会开裂 又有雷霆将士 原来是祖师爷的法器要出事了 对 三品法器啊 出事自然会惊动天地了 如果我能够拥有 呸 你就不要做梦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高品法器会自己责主 说不定便是选我呢 这下众人更加激动了 无主的高品法器出事 确实会自行认主 这是何等机缘 机缘你妹啊 第一道惊雷只是劈开了石像 但法器并没有被轰中 里面的意识当然也没有受到波及 但是雷云不散 意味着还有下一道啊 气灵骂娘不断 她好不容易开启了智慧 只要再吸收个几百年气韵 她的灵石就会完全开化 可以一时法器自由飞行 甚至化形 开启以弃正道之路 可现在却要面临生死存亡的大危机 你们居然还说是机缘 机你妹啊 要是老子现在还有余力的话 保证将你们一个个全部射死 谁让你们逼这位爷下跪的啊 只是一一而已 老子就要挂了啊 要是真个跪下 恐怕就直接烟消云散了 框 第二道惊雷落下 这次直批黄金长弓 闪电蹦闪 恐怖莫名 只见黄金长弓直接蹦飞了起来 在天空翻滚 但哪怕是这种极数的天法 亦无法破坏法器 弓身光滑 便是一丁点的磕痕都没有 不愧是三瓶法器 但是 里面的气灵却直接被轰掉了 大半灵石 糟不住 糟不住啊 这第二道雷法是直接针对气灵的 所以法器本身不坏 可他却是惨了 怎么办 他才诞生了那么一丝丝的意识 可已经知道屈生必死了 他想活 有了 嗡 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这把黄金长弓 竟是自行扶起来 法器要择主了 天哪 传说竟是真的 全我选我 众学生都是争先恐后 想再抢在最前面 可只是他们 便是学院老师也都是按捺不住 纷纷上前 我的 我的 假天后也是激动不已 像王晴雪和虎子虽然潜力无穷 但潜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等他们堪为大用的时候 至少也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可法器呢 拿到就能用 三瓶啊 哪怕只能释放一丁点的威能 那秒杀八品又有什么困难 甚至 可以体敌七品 框 第三道闪电落下 精准地轰在日怒长弓上 打得他直接掉在了地上 法器能够飞幅 那是因为其中的气灵在操控 但现在这里临时被重创 自然无法再控制法器了 我的 不 我的 全部让开 这是我的 众学生不顾一切的争强起来 哪怕夏天后也顾不得了 第一时间冲了出去 可惜的是 他的随从可没有办法进学院 所以孤家寡人一个 而且更只是小小的后天静 哪里争得过老生 三两下就被挤了出去 一个踉跄摔在地上 要是平时 那老生们肯定成皇成孔 下个半死 可现在谁还顾得上他 抢啊 哄 就在这时 日怒长弓猛的绽放光芒 再次浮了起来 浩荡的气势卷过 所有学生都是身体一僵 心中生起强烈的恐惧 这可是三品法器啊 法器自会择主 岂是你们抢就可以抢得过来的 真要被你们抢得到 这还有资格称为三品法器吗 日怒宫中 气灵都要绝望了 两记天法让他原本就不怎么强大的灵石差点崩灭 饶是如此也被打散了九成九 真的只剩下一丝一缕了 他连忙操控着日怒长弓飞起 修向着一人而去 于是众人便都看到 这件灵气竟是主动投进了夜言怀里 夜言却是眉头一皱 他要三品法器做什么 九世为帝 他也一直只温养了一件地兵 便是炎帝卢 只是在第三世的时候 他就把炎帝卢埋入了大地深处 以稳固天地 这一世永固先门的一步棋 否则的话 他若有帝兵在手 哪怕修为散尽 又岂是区区圣人可犯的 三品法器 嫌弃 夜言挥了挥手 示意让日怒长弓离开 可气灵怎么肯呢 一切都是因为夜言一一而引起的 所以他想保命便只有靠夜言 他却使着日怒长弓绕着夜言转 一个嫌弃 一个则是不气不奶 这 尼玛 所有人看的眼睛都直了 只决心塞得厉害 他们求之不得的宝物 夜言居然还百般嫌弃 关键是 都被这么嫌弃了 这件三品法器可还是如同一条舔狗似的非要缠着夜言 这就好像当今皇帝哭着 跪着求你接过皇位 你却还推三祖四 满面不屑 疯了 真要疯了啊 你居然嫌弃三品法器 不要给我啊 我要 我可啊 夜言被缠得实在受不了了 他现在只是后天时层 战力最多就是八十脉的样子 还无法轰飞一件三品法器 除非他真的跪下来 那即使是敌兵估计都得开裂 他忠实伸手 一把握住了日怒长弓 老子 得救了 那气领长长地松了口气 果然 夜言只是抬头看了看天 一股无法言喻的浩荡气势直卷苍穹 他以本身的气息将日怒长弓包裹 大道本源气息遮掩 日怒长弓便完全脱离了天道的管辖 那气凌震撼莫名 他早就知道夜言强大 一一就让他差点完蛋 自是绝世高人无疑 可是 这是什么级数的气息啊 让他的灵石颤抖 只觉自己身微不足道 渺小得无以复加 赌对了 气运确实可以让他开启灵智 助他走上以气正道之路 但跟夜言身上的这股气息一比 那根本就是孙子和爷爷的区别 必须抱紧这根大粗腿 在众人的眼里 便看到这件三品法器 一直在舔着脸蹭着夜言 一副如同哈巴狗讨好的模样 可夜言却不断地将他拍开 嫌弃的不能再嫌弃了 靠 靠啊 第九十四章逼迫 这世上 什么都是最怕比较啊 刚才众人可说是丑态闭路 为了争抢日怒长弓都是打起来了 而夜言呢 根本没有参与 结果倒好 这件三品法器却直接选择了夜言 甚至 他还百般嫌弃 是法器如同狗子四地求恳 不依不饶 让夜言实在烦得受不了 这才接受了下来 你妈 那我们算什么 这打脸打得好重啊 这小子有什么好的 为什么三品法器非要挑选他不可呢 众人都是想不通 只能说 这件法器瞎了 夜言 日怒长弓乃是本院的至宝 速速交出来 一名老师突然跳出来 向着夜言喝道 他可不是普通的老师 而是还顶着副院长的头衔 离紧期 而他背后则是站着吴家 吴家 阳城豪门之一 七品势力 事实上 整个江南学院早被各个豪门渗透了 各名副院长皆是由各个豪门推上来的 他们自然也要为各个豪门服务 最简单的就是挑选人才了 一旦找到目标 立刻让对应的豪门发出邀请 许以重力 要知道学院哪怕对重点天才也不可能倾尽全力培养的 像江南学院差不多是八百人 那大夏王朝给出八百份资源 每人皆是一份 天才确实可以多拿一点 但顶多就是五份 最多也不会超过十份 可豪门却可以给二十份 甚至三十份 这还不能把人挖过来吗 从全局看 大夏王朝可是付出了八百多份的资源 而豪门却只需要付出二三十份 结果最天才的人全被豪门给劫走了 长此以往大夏王朝又能收获多少天才 也就大夏学院在天子脚下 豪门不敢插手 但其他学院则根本不能向国家提供真正有用的人才 完全就是在给一个各豪门作驾一罢了 现在三品法器出世 作为豪门代言人的各名副院长 老师能不出手吗 不错 你只是一名新生 何德何能 尽可以拥有祖师爷的宝物 快交出来 这必须得由学院保管 更多的老师发言 哪怕不是豪门代言人也被左右 让一名新生只有学院至宝 确实不合适 夜言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他在呼一件三品法器吗 当然不会 相反 他只有嫌弃 但是 他嫌弃是他的事情 谁有资格命令他 交出来 这些老师默不围拢过来 一个个凶神恶煞的 呵呵 还要强逼我交 夜言神情淡然 可心中却已经升起了一丝杀机 大地不可辱 你们在干什么 只听一声吼 陈善已是排众而至 他在夜言的身前一挡 法器通灵 自会则主 你们这是干什么 竟跟一名学生抢东西 还要不要脸了 当然不要了 那可是三品法器啊 这些豪门代言人皆是冷笑 平时可以在明面上听你这位院长的 但现在却不行 为了这把日怒长功 相信自家背后的豪门会不惜代价的 院长 法器才刚刚出事 说不定糊涂了 李锦七淡淡说道 不如过几天再让法器重新选一次主人 但在此之前 法器当然得由学院来保管了 不错不错 众人纷纷附和 只要夜言交出法器 那他们身后的势力肯定会想办法夺取 到时候重宝失窃 唉 只能怪学院监管不力了 陈善气的发抖 他知道各大势力已经把学院渗透得差不多了 在他接手学院的时候便是如此 击中难返 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平时这些人至少在明面上还得听他这个院长的 现在呢 公然对抗 可他能有什么办法 完全被架空了啊 动手 他是学院唯一的欺品 确实可以碾压 但是 学院院长居然要靠武力让其他老师听话 传出去不得让人笑死 也严重怀疑他的领导能力 陈善喘着粗气 眼神如玉杀人 可那些老师却一个都不怕 他们身后的势力 哪一家没有七品强者 你陈善真敢动手不成 坚不管这个 叶炎 还不敢紧交出日怒长弓 对 交出来 快点 你一个小小的新生 何德何能静可以坐拥三品至宝 这些老师没有跟陈善纠缠 而是继续威逼叶炎 区区后天静罢了 公 就在这时 只见日怒长弓竟是突然浮空而起 咦 这是法器要重新择主了吗 也是 区区后天静怎配让日怒长弓臣服 快选我 选我 在众人殷切的注视之下 日怒长弓竟是自己张弦了 一道流光在弓身上凭空出现 化成了一支光剑 剑尖赤亮 仿佛大日一般 剑尖所指 一名老师顿时瑟瑟发抖 压力太大了 仿佛他随时会死 秋 弓身轻颤 发出一声轻盈 明明声音不高 可整个阳城哪个角落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光剑已出 扑 首当其冲的那名老师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直接被光剑射穿 身体立刻燃烧起来 然后瞬间烧成了灰烬 然而 光剑之微不消 甚至在空中还拐一个弯 向着另一名老师射去 扑 那名老师也被射穿 化为灰烬 光剑再次折向 大开杀戒 扑扑扑扑 一名名老师被光剑洞穿 然后化为灰烬 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罢了 那些威逼夜言的豪门代言人竟死了个干钱静静 这时光剑明灭变化一下 忠告消失 这就是三品法器 一击之微竟是如此可怕 事实上 这仅是三品法器的一丝丝微能罢了 主人 我已经用掉最后一丝力量 至少需要十年才能恢复 日怒长弓向夜言发出着微弱的神识波动 他之前被天罚轰击 好不容易滋生出来的灵石被直接打灭了九成九 现在也只能勉强发出一击罢了 就得被迫遮服起来 必须让灵石强盛一大劫才能继续一时日怒长弓 当然了 这并不代表这件三品法器就没用了 只是有七零掌控的话 那夜言只要传递一个念头 法器便可自行运转 否则便必须以本身的灵力和神识去激发 他如同舔狗似的 就怕夜言不满意把他赶走 不 他一定要待在主人身边 那种无限接近道的气息对他有着巨大的好处 第九十五章一不小心就成功敌 目凳口呆 所有人皆是呆呆看着这一幕 只觉寒毛直竖 心脏紧缩 恐惧得无以名状 三品法器发威了 自主杀法 杀气冲天 任你人再多又如何 闲开剑出 一剑全部杀死 人数在这种级数的法器根本没有意义 再多都是一剑秒 法器通灵 自会则主 岂容他人抢夺 不 这是诞生了气灵 可以自主攻伐了 天哪 真是 羡慕 众人看着夜言 现在谁还敢抢夺 违剑日怒长弓正如哈巴狗一般舔着夜言吗 不怕死了是不是 关键是 夜言还满满的都是嫌弃 这你不要可以让给我 我不嫌弃啊 众人都是在心中吼道 但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贱目之后 则是无比得嫉妒 你是长了三个脑袋还是六条胳膊 为什么法器要选你呢 还有苦字和王晴雪和等妖孽 为什么也非选你为主人呢 呵你命不够硬可千万不要占据了太多的福源 怕你消瘦不起 人群中 楚奄然的双手紧紧的握着拳头 美目中都要喷出火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夜言是什么人 他自然是一亲二楚 所以他才更加不甘 更加不能相信 一个乡下穷小子 怎么可能一飞冲天 他到底是得了什么奇遇 他一定要弄清楚 而若是可以抢夺了这份奇遇 那便是夏天后又如何 他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大腿 不说别的 一件三品法器就不是区区王府是此可比的 更何况 这件法器还通灵了 能够自主杀法 关键是可以持续多久 如果只是一会会 那么一名后天境 哪怕是先天境 又可以把三品法器发挥出多大的威力 那么 你坐拥这样的至宝就是自寻死路 楚嫣然冷笑 夜言啊夜言 你不杀我 唯的就是让我看着你直灯青云 让我在烂泥中绝望 可若有狂风将你卷落下来呢 半倒夭折的话 就成我看你笑话了 甚至 我还可以踩你两脚 谁会后悔 不是我 是你 夏天后则是脸色难看之极 他可是王府世子 自认乃是天命之子 未来将会继承王位 甚至 可是 三品法器出世 居然看也不看他一眼 直接投进了夜言的怀里 而且还舔着脸讨好 让他情何以堪 到底谁是王府世子 拥有大气韵者 昨天你就抢本世子的风头 今天又抢 甚至还是实实在在的宝物 夜言啊夜言 本世子容得下你吗 夏天后眼神森冷 他欲将王晴雪和虎子 双为麾下 那必然要和夜言产生冲突 现在再加上一件三品法器 那他自然更加志在必得了 如果你乖乖听话 还能留你一命 否则他的心中杀气凛然 而陈善只绝头大 一口气死了这么多的老师 不少还是副院长级别 这烂摊子也太难收拾了 不过 他亦是心中一喜 因为死的这些人 都是各大势力培养起来的代言人 就是这些人把自己架空了 现在这些人死得干净 他便可以趁机把自己的人提拔起来 重新获得学院的控制权 或也 服也 他需要担心夜言吗 哪需要 人家可是四品老怪 要担心也是那些豪门好吧 别说人家还有三品法器在手 哪怕没有 一样只手遮天 讲到这里 他在敬畏之余又对夜言 升起了强烈的感激 不管如何 新生的入院仪式总算是结束了 但掀起的波澜却是越来越大 绝院一下子死了这么多老师 这可是大事件 而三品法器 那更是让人垂涎 大夏王朝亦不过四品势力啊 所有人都相信 以大夏朝的底蕴极可能拥有三品法器 否则的话岂能在皇位上一座就是一千多年 难道各大四品势力都那么守规矩 不想做一座皇位 肯定想的 但不敢 既然大夏从没出过三品强者 那么能够制约他们野心的 只可能是三品法器了 也就是说 夜言进拥有了争夺皇位的底蕴 思 他才什么境界 能够保得住三品法器 不只是杨诚啊 到时候哪个势力都会向夜言伸手 不给 就抢 可以说 夜言将与世为敌 辞定了啊 夜言刚刚回到住处 便听院门敲响 他过去开门 立刻便发现两座山峰夺面而来 然后才看到一张以喜一称的俏脸 明媚万千 痴有容 你现在很危险 脚美女上来就到 三品法器足以让任何人铤而走险 你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 把法器交出来 这样就免成重使之地 第二 立刻隐姓埋名 你等夜言回答 他就自己接上了话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法器交出去 换做是我一样 所以只有第二个办法了 你立刻跟我离开 我地要阁在大夏王朝也是有些势力的 想让一个人悄然消失并不困难 夜言笑了笑 会不会变成永远消失 痴有容瞪了他一眼 这时候你还开玩笑 夜言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 他低声说道 但语气却非常严厉 夜言取出日怒长弓 达到三品级别 法器甚至可以改变大小 现在这把黄金一般的弓变只有两寸长 可以十分轻松地拿在手里 他随手一丢 修 这件三品法器便被他扔了出去 可修帝一下 这东西又自己飞了回来 主人 你不要抛弃小公公 日怒长弓发出委屈的神识波动 你看 不是我要他 是他飞缠着我 夜言向着诗友荣解释道 他也很烦啊 区区三品法器 我 诗友荣很想吐糟 却不知道应该从哪开始 这是史上最最装逼的做法了吧 三品法器说扔就扔 可法器还巴巴的自己跑回来 一副讨好的模样 而且 小公公 他不由打了个寒战 只觉肉麻之急 这真是一件法器吗 三品 在他心目中曾经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那只是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世界 可现在崩塌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 他定了定神 问道 第九十六章纷纷上门 夜言想了想 不过是兵来降党 水来涂眼 好大的口气 你别忘了 你现在才只是后天静 痴友荣忍不住提醒道 你以为自己是四品强者吗 那你坐拥三品法器 确实无人敢招惹你了 我知道啊 夜言点点头 嘴角带着一丝微笑 无论如何 这可是江南学院 是大夏王朝开办的 谁敢在这里公然杀人强夺 便意味着向大夏王朝挑战 这涉及到了最最原则 最最底线的问题 所以 谁都要先掂量一下 有没有足够的家底去起兵造反 绝大多数势力有家有业 有劳有少 哪是说造反就能造反的起来的 所以 这些势力肯定会利用 实在不行才会动手 而动手也不会选在学院之中 夜言捏了捏眉心 如果能够取回他的炎帝卢就好了 这可是被他温养两世的帝兵 心意相通 一念极可一世 可惜 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去不了 幽冥三十三层 见夜言由言不尽 施友荣十分来气 甩了甩袖子 管你去死 小美女生气了 自己一片好意被当成了驴肝肺 再也不想看到这个字大狂了 看着他的背影 夜言只是笑了一笑 吃友荣是带着善意而来 虽然态度有些不咋低 所以他也以善意代之 吃友荣刚走 又有人来了 夏天后 母威王府三世子 哈哈 夜兄 他大笑着走进屋来 一身华服 身材高大 再加上王府世子的威势 与人强大的压迫感 哪怕柳同喜 沙茂这两人见到他都会失了气势 但这怎么可能让夜言折腰 他淡淡然 面前这名王府世子还是有些臣腐的 昨天还气急败坏 今天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有事就说 他道 好生硬 夏天后顿时心中一脑 但还是忍了下来 做大事者 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保持笑道 本世子过来 是想给你一个建议 夜言老神在在 并没有接话 这意思是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夏天后捏了捏拳头 真想挥上去 打在夜言那张臭屁的脸上 但成大事者 忍 你那两名手下都是可造之才 他开始说了起来 本世子看上他们了 以后便让他们跟着本世子 本世子定会以王府的资源精力培养 还有 三品法器虽然珍贵 但在你的手里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 相反 只会给你带来麻烦 你将它将给本世子 本世子肯定不会亏待你 会送一件七品法器给你 放心 你以后便跟着本世子 保你一生荣华富贵 夜言都有些惊讶了 道 你就一句空话 就在我这里要人要保 勉强算是保物吧 你这是哪来的勇气 真是佩服 夏天后 不由脸上一红 有点恼羞成目的道 你不相信本世子 为什么要信你 夜言反问 这就没法谈了 夏天后 虽然看着夜言 你不要忘了 本世子是谁 你在威胁我吗 夜言有些失望地道 这种人除了先许之诱惑 在动之以威胁外 还有新招吗 没意思 不错 既然夜言都这么说了 夏天后索性也撕开了脸皮 本世子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道理 那你来试试 夜言淡淡道 夏天后就想动手 但他自己也只是后天九层 夜言之前在登天梯爬上了八十阶 潜力比自己还要强 再者 对方还有一件三品法器在手 不可冲动 这是学院 哪怕他是王府世子都得遵守规矩 不能带守卫进来 不然只需要让守卫动手就行了 公然让护卫进来抢夺 那他就要被父王消死了 以后会完全失宠 再无缘王位 所以 他必须忍 脚不忍则乱大谋 好好好 夜言 你记住今天 你拒绝本世子 以后有你后悔的 他抛下一句话 甩袖而去 又弃走一个 如果弃人可以增加修为的话 那他应该很快就重回大地境了 接下来 到他院子来拜访的人 络绎不绝 都是代表各个豪门的学生 老师 虽然被日怒长工干掉了一批 但还是有些漏网之语 他们来的目的便只有一个 三品法器 在下孟非汉 代表吴家而来 一名学生直接登门而入 夜言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 交出日怒长工 吴家可以给你数不尽的财富 夜言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如果我不呢 孟非汉摇摇头 如果我是你的话 绝对不会选择拒绝 夜言失笑 关键你不是我 擦 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的 孟非汉被对得 只想拍案而起 但想到自己身负的使命 却不得不定下心神 威胁道 夜言你要知道 吴家可是七品势力 我 七品 夜言随口道 七品也能算是势力吗 孟非汉只觉上火 跟这个人说话 怎那么累呢 你只是小小的后天静 难道这点自知之明也没有 他终是忍不住拍了桌子 夜言脸色一沉 向着他看了过去 顿时 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势流转 这是大道 赤本源 以孟非汉的意志 又哪里能够承受得了 顿时趴地一下 直接跪了下来 浑身颤抖 恐惧莫名 滚 夜言挥了挥手 孟非汉屁滚尿流 地逃了出去 来到门外之后 他还是惊魂未定 只觉心脏依然跳得极快 浑身的冷汗 也还在一波波往外渗 一个屈屈厚天静的小子 则会有那么凌厉恐怖的眼神 这一眼 仿佛天崩 仿佛地裂 任何言语都无法形容其危言一二 他连连喘了几口气 然后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然后才向里面叫道 夜言 你竟敢拒绝我无家的好意 你死定了 谁也别想保得住你 说吧 他生怕夜言追出来 连忙逃之夭夭 他刚走 又来了一个老师 他是城里寒家福指起来的 自然 他也被弃了出来 但身为老师当然不能当众说什么狠话 而是压低声音发出威胁 与之前的孟非汉并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又一个 夜言不耐烦了 让虎子过来守门 一个都不见 谁再不识趣的话 直接打飞 有虎子当门神 院子里果然安静下来了 第九十七章谣言 夏天后气冲冲地回到他在学院附近买下的跨院 先把一名抢来的美女百般蹂躏 心中的怒火才稍稍平息了一些 他看也不看床上那满身伤痕的女子 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让楚嫣然来见本世子 是 一名护卫立刻领命而去 不一会 楚嫣然便出现在了院子里 本世子需要夜言的所有资料 夏天后已经完全控制了情绪 坐在院子里喝着茶 一副悠闲无比的模样 是 楚嫣然答应一声 把他所知道的关于夜言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他很聪明 并没有加油添醋而是尽可能的还原事实 夏天后听完再看了楚嫣然一眼 只觉性质缺缺 楚嫣然可是苏承第一美女 虽然比王晴雪是有容之流要逊色一些些 但怎么也是一流的水准 他并不介意拿来暖暖床 又能当手下 又能当床扮 一举两用 可是 这女人居然是夜言的前妻 虽然一开始是她把夜言修掉的 但后来却是夜言将她弃如碧履 这女子之所以还能保住一命 完全是因为夜言想要她七彩收场 自己如果收了这女人 岂不是在捡夜言的破鞋 夏天后绝无法接受 堂堂王府世子 居然捡人的破鞋 这让人知道了 她还有脸吗 呵 既然那人想让你看着她飞上九重天 而你只能落在烂泥之中 那本世子非要倾一切资源培养你 由你亲手将她击落余地 到时候 你在九天之上 她才是躺在烂泥中的人 夏天后自信满满地道 楚燕然激动无比 但跪下来道 燕然愿为世子上刀山下火海 万死不辞 夏天后点点头 楚燕然拥有三品法相 培养这样的人一点也不亏 更何况现在还能狙击夜言 敢拒绝我 哼 本少培养出来的一条狗都能碾压你 要说近几天扬城发生的大事 首推江南学院出示了一件三品法器 当时那么多人目睹 根本是压也不压住的 很快就全程揭晓 沸沸扬扬 三品法器 这是什么概念 可称王的 谁得了那件宝贝 一个叫夜言的学生 什么 居然是学生所得 咱们城里无家 寒家等豪门难道会坐看着 你们懂个屁 那件三品法器可是通灵了 能够自主攻伐 之前那些豪门的代言人又不是没有出手 结果呢 被日怒工直接灭杀个干净 法器通灵了 自会择主 哦 原来如此 众人恍然 皆是对那名叫夜言的幸运而无比的羡慕 紧接着关于夜言更多的资料也被挖了出来 什么 出身苏城下侠的实现 那是什么鸡脚嘎啦 还是个上门女婿 更被人一指修书扫地出门 通灵法器是瞎了眼吗 居然选这样的废材 我上我也行啊 全城再次哗然 要说日怒工选的主人是像林晨这种公认的天才 那大家肯定不会有什么想法 只会觉得理当如此 但夜言实在让人无法敬畏啊 得不配位 三品法器怎能落入这样的人手里 好多人开始叫嚣 也渐渐变成了全城的声音 周到手下汇报时 夏天后冷笑连连 娇喜自然是他放出去的 敢拒绝本世子的好意 甚至还想与我为敌 第一步 让你身败名裂 第二步 夺走你的一切 最后 才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老生区 一座幽静的院子里 还是康雄和公御龙 两人相顾无言 真是没想到啊 康雄叹了口气 是呀是呀 那小子竟得了三品法器认主 让人家好怕怕 公御龙拍着胸口 花枝乱颤的 康雄真把一拳把这人轰飞出去 为什么明明这么强 却又这么娘呢 变态 你那几个人还派不派了 公御龙怕过之后 又捏着兰花指问道 康雄索性别过脸不看 哼了一声 暂时不要与那家伙起冲突 三品法器啊 真要全面复苏大开杀戒 除非皇室肯拿出压箱底的宝贝 否则就算是战堂 碧心谷 书剑楼等四品失利 都只有被秒杀的份 公御龙发出格格的笑声 越发得妩媚 但亦让康雄越来越难受 好在他终于停下了笑声 道 听说 四大花魁之一的 宇飞姑娘就要来养成了 康雄不想一亲方则吗 康雄淡淡一笑 四大花魁向来都只轻弹 不结婚场的 哈哈 婊子罢了 还想立真结牌方 公御龙吃之以鼻 不肯张开腿 不过开的架码没到位而已 怎么样 要不要我替你降丝宇飞抱到你的床上 康雄并没有接口 面前这人喜怒无常 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听说你两年前还特意跑去南城见这位花魁 疑 好像人家给你吃了个闭门羹吧 公御龙突然说道 康雄不由脸色一变 向着公御龙看去 目光如见 气势暴涨 他爱慕思与飞的事情应该无人知道 两年前去南城这件事也是隐蔽之急 怎可能被此人发现的 虽然江南学院公认的第一人是林晨 但他向来嗤嗤以鼻 若非他根本不爱出风头 又怎么可能轮得到林晨坐在这个位置上 而唯一被他认为是劲敌的 也就是面前这个变态娘娘枪 从三年前开始他就暗中调查这个娘娘枪的所有资料 但让他意外的是 这个娘娘枪好像是凭空变出来似的 进入江南学院以前的资料近一丁点都查不到 可反过来 自己连去见思与飞这么隐蔽的事情都被对方挖出来了 这让他寒毛直竖 更是升起了强烈的杀机 别那么大的杀气 人家也是关心你吗 公御龙连忙举起双手已是自己并无恶意 然后又探头过来 把手放在嘴边 好像不想被人听到似的 你真不要我把思与飞打晕了送你床上 韩雄额头上轻轻直跳 不需要 那算了 公御龙显得十分失望 你这个人很没尽力 不知道那小子会不会有趣一点 他舔了一下嘴唇 眼睛里闪动着妖艺的光芒 第九十八章算命 叶言是个闲不住的人 又被吵得不得安宁 索性带上虎子和小侍女跑出了学院 图个亲近 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 更没有人想到叶言会在这个时候跑出学院 所以三人就这么大大方方的走出学院 三人漫步街头 随意行走 杨诚有着上万年历史 具体有多久已经不可考了 这里有太多的古迹 当然了 叶言本身就活了近九万年 是老的不能再老的古董 所以能够吸引他兴趣的东西 真是少得可怜 少爷 虎子去玩 突然 虎子指着前方说道 叶言看了一眼 只见那是一群七八岁的顽童正在嬉戏 想到虎子虽然已经十七岁 但心性却跟七岁似的 所以他只是笑了笑 去吧 虎子顿时大喜 欢快地跑了过去 这少年还没有开窍 但没有关系 叶言也不拔苗助长 反正只要随着实力的日益强大 虎子自然而然会一天比一天聪明 痴间有剩极傻子吗 约队没有 叶言便带着小侍女继续闲逛 而王晴雪也是完全放飞自我 蹦蹦跳跳的 一会买个面人 一会买个糖葫芦 跟个小孩似的 不过 这妮子也只有十七岁 吃有容多大 好像也只有十八吧 叶言看了严小侍女的胸 不平 起伏有风 但是 跟十有容一笔 却差了足有十万八千里 人跟人真的差距很大里 明明只有一岁之别 也少 我们去算命 脚妮子看到不远处 有人正在摆摊算命 不由跃跃欲试 他拉着叶言的手就走 来到了摊位前面 俏脸红扑扑的 大眼里满是欢喜 少爷让自己抓着手里 太开心了 疑 脚妮子看了眼摊位 不由微微亚然 因为人家插了面旗 上面写着 有缘者自会睁眼 无缘还请离去 好随性 争议上门还有不做的道理 他在看向摊主 只见这是一名六十多岁的老者 须发揭白 像极了得道高人 脚妮子不由肃然起敬 道 老先生 我们可是有缘人 算命老者就那么坐着 双眼闭上 如同睡着了似的 王晴雪不由失望 没有睁眼就说明不是有缘人了 可惜 他摇摇头 原本还想问问姻缘的 他刚要离开 却见算命老者突然睁开了双眼 他顿时大喜 道 老先生 我要算姻缘 话刚开口 他就后悔了 因为算命老者不睁眼时先锋道鼓 像极了高人 可以睁眼 不但是斗鸡眼 而且鼓溜溜的贼华无比 顿时把这份先锋道鼓给全部败坏了 现在小妮子对老者只有一个印象 是快 钻了 我们走了 脚妮子就想离开 正位小兄弟跟老夫有缘 钻命先生开口道 公鸭嗓 让人听了就浑身直犯鸡皮疙瘩 少爷 不要理他 肯定是在骗人 脚妮子气鼓鼓地道 叶眼却笑了笑 问道 怎么各有缘法 钻命先生想了想 伸出一根手指 一百两银子 你怎么不去抢 王晴雪都跳起来了 你以为我们是傻子不成 开口就是一百两银子 叶眼却直接丢出了一张银票 道 诺一百两 不过你要是算得不准 那需要赔偿我 钻命先生先是一愣 然后就笑了起来 老夫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给人看过香 算过命的人 没有十万也有八万 还没有一次看走了眼 算错了 好吧 叶眼点点头 伸出手来 钻命 看香 并非空口白话 而是一门学问 而擅长这种学问的人 便是忘气失 忘的气便是气韵 每个人都有气韵 但大部分平平无奇 而忘气失通过忘气 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过去 还能推演未来 当然了 忘气失少得可怜 大部分算命失都是假冒的忘气失 完全就是蒙人的 早在叶眼第一世之初 人族最强者也不过相遇 后来的五道第七品 是远古神魔的玩具 食粮 气韵其弱 直到叶眼不断地打破五道的天花板 不但他的气韵在增强 整个人族亦如此 接着 便有了忘气失的出现 这倒不是叶眼开创的 但亦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 而哪怕只是这么一点时间的研究 也让他完全超越了当时最强大的忘气失 因为身为大帝 他本身的气韵就是最强的 所以自己研究自己 谁人可比 但他一世是将修为散如天地 其实气韵也随着这个过程在消散 只是他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 气韵低点又如何 巅峰圣人急得战力摆在那 谁人可匹敌 却不料 有一件却从身后刺了过来 同样巅峰圣人急得战力啊 刺破了他的防御 让他受了重创 这一世叶眼同样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 只是这一次他会把实力牢牢地握在手里 不会再给坏人机会了 钻命老者看了眼叶眼的手掌 道 你的命格很硬 但是 刚择一择 奇怪 按理你应该活不过二十岁 我才十九 叶眼笑道 哦 那你应该活不过今年 钻命先生点点头 十分肯定地道 王晴雪气急 道 言少 他肯定就是想讹我们 说再给几百两银子就帮你化解这一截 老头 本姑娘说的对不对 不对 钻命先生摆摆手 就在王晴雪微微一愣的时候 他又道 几百两银子怎么够 至少也得一千两 走走走 言少我们走 王晴雪又去拉叶眼 叶眼却是摇摇头 又取出一张银票放了下来 我还是那句话 要是算得不准 可是要赔偿我的 言少 王晴雪生气了 嘟着个嘴 索性不看了 走到一边去 用脚尖在地上画着圈圈 钻命先生哈哈一笑 老夫已经说过了 这一声还没有错过 那便好 叶眼笑道 怎么解 钻命先生掐指不断 好一会才道 欲处则必 哟 还有点门道的 叶眼露出一抹笑容 道 三年前我入坠楚家 不过 楚家因为贩卖人口 已经被官府剿灭了 咦 钻命先生一愣 这真是出乎意料 他皱了皱眉 伸手过来 老夫再帮你看看 叶眼依眼将手掌伸出 摊平 任对方查看 钻命先生看看手相 再看看面相 一边则是掐指不断 额头上的汗水不断的涌出 很快连衣衫都被打湿了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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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九章目盒子 不对 不对 钻命先生满头大汗 头发都是沾湿在了脸上 可他却是浑然不觉 还在那掐指算着 嘴唇多缩个不停 从你的手相来看 你应该是一年早逝之争 可再看你的面相 此气之中尽有此气东来 这是大福大贵之乡 古怪 这样的面相和手相 绝不应该出自同一个人才是 老头都要抓狂了 双眼呆滞 一副见鬼的模样 王晴雪乐乐 走过来道 骗人的家伙 终于露出马脚了吧 钻命先生却是指若未闻 还是在那满头大汗 叶眼轻轻咳嗽一声 却如黄中大缕 直入人心 钻命先生原本迷茫的表情 顿时变得清醒过来 但在看叶眼时 他的斗鸡眼竟是恢复了正常 这下真是先锋道骨 一副是外高人的模样 乔友究竟是何许人 他太好奇了 面相手相竟如此的格格不入 这已经是世间仅见 而此此一声倾壳 竟能把自己 从近乎走火入魔的状态 下拉回来 这又是何等惊人的能力 一眼只是淡淡一笑 你还算吗 不算了 不算了 老夫没这个资格 钻命先生摆摆手 满脸都是苦笑 其实刚才的望 看 算都只是粗浅的功夫 并非他真正的水准 可他却隐约有一种心计之感 不敢再继续下去 望其是当有敬畏 有些人是历史的缔造者 改变者 去算这样的人命运 贵没命的 赔钱 王晴雪连忙说道 钻命先生把两张银票奉还 然后又从怀里取出一支木盒子 向着夜言递了过去 道 这件东西已经在老夫这里保存了三十多年 始终没有找到有缘者 今日应该是遇到真正的主人了 秦小友笑那 他又道 王晴雪先一把揭过木盒 满脸狐疑的看着老头 你该不会胡乱拿样东西出来糊弄人吧 钻命先生大笑 这里面的东西可能是稀释之宝 也可能一文不值 到底如何 还得看小友的运气 王晴雪就要打开 却发现打不开 咦 脚逆子奇怪了 两只手齐齐发力 可木盒子还是纹丝不动 也少 这盒子古怪 夜言看了一眼 并没有说话 而是向蒜命先生道 真送了 老夫送出的东西 从来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蒜命先生笑道 收好 带回去 夜言向小侍女点点头 唉 王晴雪翠生生地答应道 这木盒子虽然暂时打不开 可做工精细 上面还有无比精细的花纹 一看就不是凡品 所以哪怕这是个空盒子 也是件好东西 那就告辞了 夜言说道 乔有请 钻命先生说道 夜言二人离去 他则是又闭上双眼假妹 嘴里则是喃喃道 终于把这件棘手的东西脱手了 老夫这几十年被这玩意害的东部FC 到现在还是截然一身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老树换新春 走个桃花运什么的 唉 忘记诗看山 看水 看人 看天下 却独独不能给看自己的未来 真是瞎急把乱扯 就在这时 只见有人突然在摊位前坐了下来 他没有睁眼 但对方却并没有就此离去 而是坐在那 静悄悄的 你并非有缘人 老夫是不会给你算的 他淡淡说道 洛阳月 交出那只盒子 来人压低声音说道 钻命先生猛的睁开双眼 只见坐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名 带着斗力的男子 哪怕坐着也不比常人 站着矮上多少 他一脸茫然 老夫不叫洛阳月 也没有什么木盒子 你非要装蒜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斗力男哼了一声 伸手就向着算命先生抓了过去 直拉一声 这一抓直接把算命先生的衣服抓下了一大块 露出里面白色的山衣 算命先生则是滴滴撞撞地往后跑 抢劫啊 抢劫啊 斗力男正要追 却被一人挡了下来 刘先生 他连忙恭敬行礼 来人身着如衣 身材中等 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模样 留着胡须 梳理得整整齐齐 他摸了摸胡须 淡淡道 那件东西已经不在洛阳月身上了 斗力男知道这位刘先生的神奇 他既然说不在那就肯定不在 也没有多问 只是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对方 刘先生沉吟一下 道 那东西应该刚被他脱手 洛阳月身上依然有着强烈的气息 你去查一下 刚才有什么人与他接触了 查出所有资料 然后汇报于我 那他 斗力男指着快要消失在人群中的洛阳月 旺气师都是可怜人 何必互相为难 刘先生笑了笑 不用理他 旺气师一生都在泄露天机 被天地不容 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也是位旺气师 这么说不是在咒自己吗 斗力男预言又指 最终只是突出两个字 遵命 叶言与王晴雪转了一圈之后 便回去找虎子 两人来到之前分别的地方 却见虎子正趴在地上当马 上面则是骑着一名年轻男子 边上还有几个年轻人在看着 皆是嘻嘻哈哈 一副看笑话的模样 如果骑在虎子身上的是之前的那些小孩 叶言自然不会说什么 一笑了之 可是 居然是一名成年人骑在虎子身上 他的眼睛中闪过一道寒芒 那你最好有个很好的理由 少爷 看到叶言和王晴雪过来 虎子立刻停了下来 惊喜地叫道 马上的年轻人不爽了 道 停下来干嘛 快走 可是少爷来了 虎子得走了 虎子有些弱弱的说道 不管 给本少继续爬 年轻人瞒不讲理地道 叶言已经走了过来 沈声道 先站起来 虎子应了一声是 立刻爬了起来 他这一爬起来 上面骑着的青年自然也就滑落下来 他哼了一声 向叶言道 本少骑自己的马 关你何事 叶言没有看他 而是问虎子 你为什么让他骑 我 虎子之前陪那些小家伙玩 给他们当马马 虎子说道 后来他们来了 这人说也要骑马 不然就会死掉 所以虎子就让他骑了 哈哈哈哈 刚才那些年轻人都是大笑 这不就是个傻子吗 他们说一下就信了 第100张蓝路 叶言的脸色十分阴沉 虎子是傻吗 不是 他只是天真 有一颗赤子之心 所以才会对别人的话深信不疑 虎子 现在轮到你骑他了 叶言向着虎子淡淡说道 好啊 虎子立刻开心了 在他看来这就是一场游戏 所以 你骑我 我骑你 再正常不过了 呵呵 还想骑本少 之前骑虎子的年轻人不由冷笑起来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 本少是谁 我 是谁 叶言淡淡问道 本少无绝 吴家的吴 年轻人傲然说道 吴 叶言恍然 阳城共有七个顶级豪门 其中之一便是吴家 难怪这么嚣张 见叶言说出一个无字就正住了 吴绝不由洋洋得意 显然叶言是怕了 这奇怪吗 一点也不 吴家可是阳城七大家族之一 有七品强者坐镇 放眼整个江南省都是数一数二的 别说他只是细耍了一下这傻大哥 哪怕杀了又如何 哼 还敢对本少横步 吴绝痴然说道 现在给你一个补过的机会 来 跪下趴好了 本少也把你溜一圈 绝少 你看那妞 一名年轻人突然凑过来 拱了拱吴绝 吴绝这才向着王晴雪看去 顿时 他露出强烈的惊艳之色 有物 角色有物啊 钻了 本少大人有大量 懒得与你一般计较 不过小妞 嘿嘿 还不给本少过来 他色迷迷地道 伸手就要去捏王晴雪的下巴 哼 他的手才伸出去 便被虎子一巴掌拍到了地上 赵爷都说了 要互相骑马马 你怎么耍赖 对于耍赖的人 他可没有好脾气 吴绝趴在地上 整个人呈大字形 一动不动 直接被拍晕了 那些狐朋狗友一见 自然各个大吉 连忙冲上去把吴绝扶了起来 绝少绝少地叫各不停 一阵摇晃 吴绝才悠悠醒来 他先是满脸的茫然 然后猛的睁大了双眼 美人呢 他就怕是一场梦 然后他就看到了王晴雪 不由心中大定 长长地松了口气 咦 刚才谁打我的 他想起来了 狐朋狗友们都是向着虎子指了过去 对这个人形暴雄的魁梧少年 他们还是有些畏惧的 吴绝勃然大怒 指着虎子道 你居然敢打本少 砰 虎子又是一巴掌拍过去 这回他用的力量就又少了九成 吴绝一个亮枪便趴在了地上 但并没有晕过去 还没有等他回过神来 虎子已经一屁股骑了上去 哎呦妈呀 吴绝发出惨叫 指觉仿佛一座山押了上来 让他都要喘不过气来了 这不是夸张 而是真的 虎子拥有天脚以血脉 而且还达到了少年期 浑身肌肉觅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至少也有几千斤重 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带到他的血脉大城 身体的重量就真的如同一座山了 卡卡 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吴绝的胸骨被生生作断 但他却发不出声音来 因为空气只能出不能进 现在他肺里已经没有空气了 又怎么说话 他满脸通红 眼珠子都是凸了出来 严重的缺氧让他处于无比难受的状态之中 虎子这才站了起来 看了他一眼 有些不爽地道 少爷 他也太不惊作了 怎么好像是指扎的 一碰就成这样了 叶炎笑了笑 下次找个结实点的 好咧 虎子点头道 走了 叶炎招招手 虎子连忙跟上 站 站住 吴绝已是回过一口气来 他双眼中全是怨毒之色 你们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对本少出手 说话时 断骨刺到肉中 说不出得疼 让他呲牙咧嘴不已 叶炎没有理会 只当没有听见 继续前进 管愣着干嘛 给本少上啊 吴绝吼道 你们一个个都在看我好戏吗 另几个年轻人面面相去 都是表情尴尬 却没有一个站上前来 虎子随手一巴掌 就把吴绝给拍翻了 而他们的实力 还比不过吴绝的这位 顽固 所以他们上了有什么用 就是被人一巴掌拍翻的份 绝少 他们这么年轻 应该是江南学院的学生 有人说到 不错不错 肯定是江南学院的 现在我们这边没有高手 等班来了救兵 再去学院找他们算账 逃得了和尚也逃不了妙 这些人七嘴八舌 反正自己上是不可能的 吴绝脸色难看 但也恢复了几分理智 知道这些狐朋狗友 只能一起打打人 调戏一下女子 真要遇到厉害的对手 就只有些菜的份 对 这三人估计是江南学院 今年新收的学生 所以才会如此陌生 也不认得他这位吴家欺少 吴明不就在江南学院吗 这是一名知戏族人 武道天赋远比他高 去年刚刚突破先天 未来可成吴家的打手 但是 知戏就是知戏 在他这个嫡系少爷面前 变得诚惶诚恐 乖乖听话 让他教训这三人 还有那小美女 他一定要弄到手 光是漂亮就让人垂涎三尺 更别提海又淳又欲 让他想想就上火 不行 他得去青楼释放一下 但刚刚一动 胸口就剧烈得疼 让他反应过来 肋骨都被虎子给做断了几根 混蛋 他学学乎痛 报仇之意更胜了 叶炎三人准备回转学院 但走进一个无人的巷子里 便见一名头戴斗笠的男子 拦在了他们身前 比普通人至少要高出一个头 但在虎子面前却又小了一号 丝毫不见魁梧 反倒有种小鸟依人之感 斗笠男也有些惊讶的多看了虎子两眼 能够高大魁梧到这重地步的人 其实非常少见 若非他确定自己没有到处留情 真要怀疑 这是不是自己流落在外的私生子 他收回目光 淡淡道 之前有个算命老头给了你们一样东西 把他交出来 见夜言三人不为所动 他直接掏出几张银票 这里有一万两 我买 什么东西都没说 直接就掏一万两来买 真好 丝毫 是 感谢观看